欢迎来到IT&Gentutorial,我是Kevin 我们接下来使用souce tree 来针对GitLab来做commit 现在要做的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逻辑完全就跟GitHub做commit的逻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ouce tree 我们现在只有initialcommit 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所以在我们讲义呢 我们将会新增一个whatever.txt 那里面就有一个文字就叫whatever 然后那接下来我把它copy到它的资料夹 它就会产生一个修改 然后我们按下commit这个按钮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东西加上来到这个take file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打上whatever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description 我们的这个说明 然后按下commit 按下commit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修改放上来了 然后同时告诉你说他的作者 他的email是这一些东西 那你这边就会产生一个e 代表说 你的local端有一个修改 可是这个修改呢 还没有push到你的geek server端 好那 我们这边要看一下就是他的这个作者呢 他是取决于你当初在 好 这个安装saltree的时候的这个preference这个步骤 你在这边所填的你的名字跟email 他就是决定你在这边的作者会是谁 然后呢那你要做修改的话你可以去general 然后改 这一个地方的修改 你就可以做一个global setting的修改 只是呢你也可以做这个你的 专属于你这个bootmark的修改 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实作给你看 在实作的部分呢我们就直接打开我们的saltree 好那 现在你看到这是gitlab 好那gitlab没有做任何修改 那github的呢 这是github的bootmark 里面有一个修改叫whatever 那我现在呢 在github的这个bootmark我先打开来 他里面有一个档案叫做whatever 这是大写的w 然后打开来之后会有一个小写的w 然后也是whatever 那我就把这个档案按ctrlc copy 然后把它关上 然后再回到这个github的bootmark 这是github的bootmark 然后打开explorer 然后那这一个呢 它的路径就是saltreegithub 然后接下来是github 再来是github01 在这里面呢按ctrlc贴上来 那我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会多出一个修改 多出一个change 那这个change呢 他就告诉你说这个change就是会产生一个叫whatever untracked 还没有还没有被追踪的档案 那我点选commit 我从history的地方点选commit的时候他会跑到file status 那我在file status的时候呢按下commit 按下这个加号加号的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whatever 翻到我的stage file就代表说在这个commit里面呢是有做这一个修改的 那我在这边呢就填入whatever whatever 那我像commit的话他就会使用这一个身份来做commit 那当然我也可以去做修改 那刚才我跟你说啦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去选取另外一个身份 那我现在呢就直接从这边copy过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copy过来 好那我现在就换另外一个身份来做修改 那我现在按下commit 好然后那我在这个地方history 这里 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这一个author就变 gitindguide 然后他的这个email是这一个 好那 当然我这边也是可以把它改成kvind 就跟上面完全是一模一样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这边呢 好就是在于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填了什么 他就会是显示什么 那我现在可以改成kvind 那我下一个修改呢就会是kvind 好那在这个地方再 飘回history在这边看一下 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kami 搞定了之后 那你当然也可以在这个tool option这边做一个global setting的修改 那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我明明在global setting已经修改了 他没有apply到我现在新的clone 我没有很清楚 我没有特别去研究 但是 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研究的必要了啦 因为 你在这个地方呢 一样是可以投过这个地方来做修改所以也没有特别研究的必要了 好了 那我接下来这个kami的动作已经做完了 所以在我的local端 好在我的local端有这个whatever的修改 可是在我的云端 我的云端还没有 在我的这个geek server端 目前还没有 好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点开来看一下 这是我geek server端 那在geek server端 对不起不是geek server 对是geek server 这是g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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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有好几种geek server 其中有一个就是geek 那在geek 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叫remi.md 那我的kami呢 目前只有一个kami 那这个kami就叫做 initio kami 那在initio kami的时候呢 他 就有产生一个叫做 geek server.md的这个答案 好那这个答案呢就是 里面有写这些文字 就这样子而已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讲e 好那我们基本上就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有关于kami的部分都讲完了 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就要来讲push 那push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上面就是有一个 e代表说我们现在local端 已经有一个修改 可是这个 修改还没有 把它push到我们的geek server 好那等一下就来push一下 好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好那些 好那些